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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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已经被跟踪了 也许是有人喜欢你 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可能会拆你的心 也许会偷偷地跟着你 可是 我除了学校的同事 我真的不再认识其他什么人了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也许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事 但愿是开玩笑 那你有什么发现告诉我 不用 我自己可以 你慢点看 晚安 有人在查顾叶家 这是个危险信号 刘新杰相信顾叶家本人不会有问题 那查他的最终目的 究竟是针对自己 还是水手 或者是他们两个 刘新杰知道 不管答案是什么 都说明敌人已经逼近了 今天妈又问我了 问你什么时候能送她回去 你怎么说 我没法说呀 咱娘啊 就是放不下家里那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是啊 她都快八十的人了 你让她离开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地方 来上海跟咱们过 都这么不容易 更何况去那么远的地方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她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 对你不太满意 我怎么了 她说你啊 做事儿 想来独断专行 不考虑别人 我没做什么事啊 怎么独断专行啊 就是你这次接她来 没提前打个招呼 派几个人突然到家里 当时就催着上路 害得她都没来得及收拾 还说这事儿呢 还说这事儿呢 是啊 我没法跟她解释 她又不知道你是搞情报的 她一直认为你和心结就是普通的文职呢 你发现了没有 在独断专行这一点 其实我特别想我妈 在独断专行这些事儿呢 你怎么突然想想问这事儿呢 你怎么突然想想问这事儿呢 我就是觉得 最近你们两个神神秘秘的 她不上门 你也不去找她了 她来个电话 你还盘问半天 那你有事儿直接问她不就行了吗 反正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是有人出问题了 不过应该不会是她 绝对不是她 这句话 谭忠叔是说给自己听的 还有一句她不敢对妻子说 如果真是她 怎么办 我会不要理解她 主导的 主导的 咱们四个的档案再仔细看看 好 记住了 今后细节会起的关键作用 对吧 现在离行动还有四个小时 对一下表 好 教员工 是 谢谢首长 来 一会儿见 好 放心 一定完成 这位是上海市委组织部的老范同志 幸会 幸会 你就是第八军情谋处的黎主任 对 在下就是李德元 就闻大名了 惭愧 惭愧 在特务机关混事多年 做了太多对不起人民的事了 可以说是恶名远扬吗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好好 听说您准备投诚 上京很高兴 上海市委特地请老范来一起商量具体事业 非常感谢小杨同志的介绍 希望上海市委能够接受我的诚意 今后还请范同志多多提携 李先生和小杨接受的时间不短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要过来 是这样的 和这个小杨同志认识以来呢 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气暗投明的想法我早就有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 更希望李先生留在那边 做好内应的工作 是 这个我也想过 可是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 第八局最近一直在严查内部 我觉得他们对我起了疑心 我怕要是再不过来的话 会出问题 过来也好 不过坦率地说 我们还是要考察你的 我明白 一切都按规矩办 希望早日成为你们的一员 你们两个去那边 我们会尽管安排你到解放区 接受审查 好 没问题 撤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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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冲 Quer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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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캉轻 撤 走 老板,接活儿吗? 小姐,对不起,我们订单做不完,不接新活儿了。 我是来取衣服的,应该已经做好了。 您取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 旗袍,坨色的。 什么料子? 英国宝宁子,十五块钱一尺的。 那您里边请,正好老板在。 来。 局长。 坐。 请您啊,这是我特地从沙里文给你买的。 知道电影视节课。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 您是谁啊? 我叫谭忠树,是你的朋友。 这是你的母亲吧? 这是你的弟弟吧? 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希望你能跟我成朋友。 说说他吧。 他这个人很小心,每天都会对家里进行彻底的检查。 他平时身上带墙吗? 嗯,身上带一只,家里还藏一只。 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他什么样啊? 挺随和的,爱讲笑话。 但他讲的笑话都不好笑。 他差你便宜了吗? 不,从来没有。 那他生活习惯呢? 他睡得很少,一般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他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带吃的回来给我。 我偶尔在家里做,但是他做完以后会把全部的垃圾、菜叶都拿出去,带到很远的地方扔掉。 在家从来不喝酒,偶尔在外面喝。 他抽雪茄,喝咖啡,喝很浓的咖啡。 他做的菜特别辣,所以我推断他可能是四川或者湖南人。 四川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什么情况? 我还有一个他用过的玻璃杯,上面可能有他的指纹。 我们去看看吧。 老板,干嘛,我过来,喝个签啊。 老板,干嘛,我过来。 客官,还杯茶。 老板,干嘛,我呆在家里ogieSurная。 还哈咖 одн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东西我取回来了 你看看 这个人叫李宗盛 第八局行动处处长 专门负责对付我们 他发现了你 已经全天候 监视你好几天了 这个王宗盾的技术还挺好 我一点都没感觉到 是啊 这个李宗盛 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 我记住他了 那 我下一步怎么办 停止一切工作和联系 可暂时不能撤退 你的任务就是照常生活 千万不能表露出 你已经发现了件事 尽量地拖住他们 时间越长越好 他们想通过你找到水手 所以暂时不会对你下手 我知道了 你家里的那个女孩子 是怎么回事 她是个大学生 示威邮行的时候被警察追 让我遇上了 暂时住到我那儿 过两天我就把她送走 怎么了 她也有问题 你回来了 噓 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骗我 你根本不是何秋宁 你叫林爷 你早就不是大学生了 去年你六级会参加废话 就会必须要开除了 还有 去年交易大陆的纵横案 还有其他政府官家官 都和你有关系 周汉廷家的那个女学生 叫林颜 二十岁 无锡人 前年考入复旦大学上科 因为散布赤色言论 参与组织示威游行 被学校开除了 有证据证明 她参与的极起暴力事件 现在已经被上海警察总署 列入击骨头单了 是中共党员吗 不是 她参与的那几起暴力事件 策划者是一个叫 铁血青年团的组织 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铁血青年团 组织是什么性质 核心就是几个暴力分子 表面上宣传马克思主义 打着共党上海市委的旗号 吸引了不少追随者 多数都是青年学生 这件事一开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害怕 我怕你高发了 因为我参加拔课 学校把我开除了 家里也因为这件事情 跟我断绝了关系 警察抓走了好多同学 到现在还在到处找我 我知道是我骗了你 你那么帮我 可是你知道一开始 我不敢说实话 我怕你知道了事情以后 你会赶我走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那么帮我 我打心眼里感激你 我实在没地方可去 我求你别赶我走 我求你 你放心 这件事我不会被外人想 你就安心地在这待上几天 当有了机会 我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您觉得周汉廷会怎么处理他 我觉得周汉廷很难处理他 当初周汉廷是迫不得已地收留他 现在又想 踢掉他 可没那么容易 现在要把他送出上海不容易 要是放他出来 暴露了 又会殃及自己 不如干脆就把他干掉 那是你 周汉廷干不出来 共产党的纪律 是绝对不会殃及无辜 何况是个女学生 而且 他又是一个左派分子 那您觉得 他会不会吸收他进他们的组织 有这种可能 继续观察吧 对了 齐佩玲昨天下午 动静刀那么大干什么呀 听说他手下的一个调查主人叛逃了 谁 好像是叫李德元 我知道 这是个厉害的角色 没想到他也会叛逃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没有 李德元跑了 打死两个共党 不过咱们也损失几个弟兄 十四个月以前 李博汉以我总务处的名义 在社会上招募了十名司机 买了十辆新卡车 这是那十个司机的名单 但是这批人和车 最后都不让我总务处经手 这些人和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十四个月了 我从来没在局里见过这批人和车 人不在局里招 车不在局里用 那会不会是专门为木马计划服务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我去查车 你看看能不能从这些人上找到线索 好的 对了 有个叫李德元的你知道吗 知道 齐佩玲的手下 昨天他向地下党投诚 昨天我在局里听说齐佩玲那出事了 有人叛逃 发生枪战还死了人 那就是这事 这个李德元是今年年初和上海市委联系上了 后来接触过几次 前些天突然表示要投诚过来 昨天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个领导 跟他见面谈 结果被齐佩玲带人给包围了 齐佩玲怎么会知道街头地点 是谁安排的 地点是我们这儿安排的 泄密情况正在调查 最大的可能是 李德元先是被怀疑 敌人跟踪他 跟踪到了街头地点 会不会是圈套 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去在场的那个领导说 李德元在昨天的枪战中 表现得非常勇敢 还打死了好几个敌人 并帮着他突围 这样听起来挺正常的 投诚的人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通过假投诚 向解放区渗透 这就是敌人一贯的伎俩 所以不得不防 李德元现在在哪 应该在去解放区的路上 这么快 按正常程序 应该先在上海隔离 审查一段时间 通过他贡献的情报 辨别真伪和价值以后 再决定是不是 送他去解放区 可是这次的事 事发突然 来不及走这道程序 最早跟他接触的是谁 最早跟他接触的同志 在昨天战斗中牺牲了 所以关于李德元第一手资料 现在是个空白 我想让你帮着查一下 李德元的底 明白了 对了 刚才你说顾老师的信件被监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性 从表面上看 敌人是在监视顾老师的信件 其实针对的是你 知道是谁在查他吗 不知道 不过我会查清楚 也是好事 至少能证明你的信没被监视 行啊 弄得够丰盛的 你真是闲情的啊 这个时候来去钓鱼 嗨 到外边溜溜 又能清醒头脑 又能缓解压力 这两天有没有人来看你啊 每个处都有人来 不过 齐佩玲和孙大埔没有亲自来 也不能怪他们 他们也什么 大家都有什么议论吗 没有 你这两天虽然没去 别人也没说什么 可这也拖不了多久 马上就会被人怀疑的 害怕了 有点 不过 我是不可能回头了 你今天出城一趟 不光是没钓鱼吧 我去看来看路线 我的路线 对 如果你实在太担心的话 我可以让你马上离开上海 我知道 我留在上海 对你的安全也是威胁 可我现在不能走 那边对我态度落实之前 和我女儿联系上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局长 现在李道元应该已经到那边了 好啊 什么时候能把信息传回来啊 他应该先通过共产党的审查 然后才能跟我联系 大概需要一段时间 佩玲啊 共产党想来对投降的人审查是很严格的呀 这个李道元通过审查有多大把握啊 我认为实纳旧闻 这第一啊 以李道元的身份跟弟弟 对方一定重视 第二 那天下午交火的时候 他非常的拼命 还救了他们一个大干部 他的表情 看成完美 不见得吧 什么叫看成完美啊 什么叫十拿九稳啊 李李道元的身份和他的级别 共产党会不会更怀疑他呀 还什么交火中拼命 救人 共产党又不是傻子 会不会认为他想过去的意图太明显了 剧长 您说的这些我就想到了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什么礼物啊 是红茶绿茶还是坡啊 剧长太幽默了 是这样 我两个谍报小组 埋在共产党那边已经好多年了 我准备让李道元接发一个 帮助他通过审查 你小子埋得挺深的 好 这个礼物好 够不分量 哎 牺牲也不小吧 是不小啊 可是如果能顺利地帮助他通过审查 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呀 是啊 只要这个李道元帮助我们查出那个卧底 再大的牺牲也值 别怪我 我不是在逼你 我理解你 你怕在这边被当作叛徒 到那边又被当作敌人 你需要有一个保障是吧 我应该满足你 你跟乔乔姐商量好了吗 还没有 不过我了解他对我的感情 他和方一姐跟我走的 我知道 带让他风险会加大一倍 可是留下的 我实在做不到 我不想成为你们的累赘 都怪我 我的牵挂太多了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放心吧 我一定帮你安排好 欣洁 你有这些牵挂吗 没有 有个人我想问问你 谁啊 沈明正 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 在千语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 沈明正的疑点是最大的 在您组建第八局的时候 他是您亲自任命的电讯处长 民国三十五年 发生了一起泄密事件 沈明正作为调查对象 然后失踪 这件事情涉及面很广 当时各个部门的领导 都接受了询问 沈明正最后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你对他的了解就这些吧 是啊 但是当年这个案子 也没有最后的结论 沈明正的下落也无人知晓了 令人更奇怪的是 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再提起来过 沈明正这个名字 是你凡旧大案的收获吧 对 所以我想了解这个人 还有当年的泄密事件 因为沈明正不但跟钱有关系 还跟我们所有的调查人都有关的 你小子天生就是一个干情棒的 也许你做得对啊 只有挖出死人 才能震动那些活人 我已经准备好了 约各个处长面谈 第一个是刘欣杰 第一个是刘欣杰 为什么她是第一个啊 因为当年沈杰是名正案的 就是刘欣杰 这是用争计开的 这活干个不算漂亮 处长 这是处理这两周的信件 你看 这几份呢都是被拆封过的 根据上面的邮戳 最早的是十天前的 平日里大家都觉得 机关里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就从没注意过 这是什么人啊 查咱们公函 还查顾小姐 就是咱局里人干的 按理说 像猜信这种事 一般就是情报处 和行动处干的 情报处在邮政总局 有个据点 做起事来比较隐蔽 而技术也好 行动处则是将邮局 可疑信件扣留 带回处理 所以时间上会晚一点 肯定是行动处 那帮DP干的 平时 他们就不把别人 放在眼里 你刚才说 他们把信件 带回距离处理在哪 我知道 在那有一个房间 是他们专门处理信件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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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什么回事 我发了个警报 为什么 抓奸细啊 李博函手下两个人查我信 混蛋 都回去工作吧 是 关他禁闭 是 回去了 给云朱的 都回去吧 回去吧 弄掉 走吧 下班了 还想不通呢 你说你这臭小子犯什么魂啊 你不想想 李博函怎么敢查你 那肯定局长同意的呀 局长为什么让他查你 那是要第一个 排除你的嫌疑 我不是不理解老谭的苦衷 这事呢 看怎么说 万一要是李博函是这个卧底的话 他要是想栽赃我 我怎么洗得清呢 这事要是查呢 我觉得就应该明明白白的查 应该成立转组 我觉得这个转组 应该你来负责 心姐我跟你说 太聪明了你 哎 你知道这个 复三内查这个 这人是谁啊 我 局长对我信任吧 我也信任 心姐 我还真不知道跟你怎么说呢 明天 我正式开始内查 要查的第一个就是你 然后我查大谱 把你们都查清楚以后 你看我怎么说你李博函 解析了吧 好点 走吧 假火警这场闹剧 刘新杰演得很成功 对李博函 与其暗中防范 不如明里让他难堪 更重要的收获是 他偷窥到了孙大仆悄悄忙活的东西 那是一组电报机 和庄先生书房里的一模一样 刘新杰虽不能猜透 檀中树的意图 但现在手中的底牌 足够让他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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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叔长的 我想接听 庄云青船队的电报信号 你有办法吗 有办法 您接听他的讯号干什么 因为 他们通过电报 传递经纬度的信息 我想通过这个 确定他船的位置 接听通讯很容易 只需要知道他的波长 或者是收报的讯号音就可以 收报录音都在这 你拿回去听听 这就可以 你想什么服用 要考验也好 是 从现在开始 替我拒绝一切电话还来人 不管多重要的事情 都不要打扰我 我的办公室除了孙处长 谁都不许来 而立坏 你先出去吧 是 听说你找了我好几天 是你躲了我好几天了 我给你那份摩西行动的计划 你看了没有 我等着你回顾的 新杰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以前你知道的摩西行动 是个烟雾弹 那行动是假的 不能说是个假的 应该说是前奏或许许 什么意思 今天年初我在办别的案子的时候 发现了贡军一个药品供给线 种种迹象表明 这条供给线已经存在时间很长了 我推断 这是贡军主要药品的来源 而且他们的指挥中心 就在上面 不可能吗 妙就妙在不可能 他们从美国和欧洲进口药品 然后运到共产党秘密控制的港口 我们以前一直在拦截贡军的药品 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走私和黑市上 没想到他们通过合法渠道进口 那我以前做那些有用吗 当然有用 这就是庄英卿的船队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船只的动向 你要做的是 了解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 目的港是哪儿 随时向我汇报 明白 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